好 我们继续往北走 嘉义县同样也遭遇了豪雨 目前水上香的巴掌溪已经暴涨了 导致一处堤防 它被吸水整个掏空 主播观众 画面上您现在看到的 就是嘉义县主要的河川巴掌溪 那可以看到水上香这边呢 泥水水流非常湍急 甚至已经将陆基完全掏空 呈现破裂的情况 那虽然凯米台风已经出海 但暴风圈依然笼罩台湾 尤其在中南部 持续的到今天都还带来惊人的雨量 那其实因为豪雨不断 从山区汇入的水量呢 已经超过巴掌溪可以负荷的程度 因此呢有出现了液堤的状况 那溪水呢是不断的涌入堤防内 导致很多地方也沿水严重 部分桥梁跟道路目前已经关闭 那水上香内呢 有多处的溪桥呢也达到 或是已经接近了一级警戒水位 您可以看到现在现场还是下着大雨 那目前当局也已经紧急调派了 萧波快 先阻挡这个水势持续强烈冲刷 来防止巴掌溪完全溃堤 也提醒民众尽量不要外出 小心自身安全 以上就是为您掌握到最新讯息 主播 amounts船上的症状 我这带走 有elo 有了 有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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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lo